我認為所謂的好設定 它必須是讓人很輕易的 不說話就感受到 老舊或是新潮啊 其實都取決在一個點 就是你有沒有呈現新的觀點 我們是reflection 看過去但是創造的是未來的東西 接下來當然未來十年 一定是花語區的設計師 能夠引領蜂巢的時候 華人的設計 他常常會去看以前的歷史 來做一個inspiration 這個是可以讓華人設計 跟其他國家的設計師是不一樣 我們可以stand out 看過去但是創造的是未來的東西 曾經的老茶行裡 可能會出現的感受是什麼呢 我認為東方元素它一定是最基礎 最容易被我們給抓取的 可是你可能會看見 我們在看這個東方元素的時候 我並不是去找一個真正 所謂東方的風格來套用 它達到了機能以及買賣的方法 這代表這個設計 原則上好像完成了 可是商業空間是需要被記憶的 所以讓它變美是一個手段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才切入進去說 去思考我想要在這個案子裡面 放入哪些元素 我覺得老舊或是新潮 其實都取決在一個點就是 你有沒有呈現新的觀點 我覺得現在在網路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越在地化的東西 其實它反而是越國際化的 所以我們的做法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也沒有說什麼都複雜 其實我們的做法就是 就是盡量去挖掘在地的文化 其實就向內挖掘啦 而不是看別人國外在做什麼 跟著做什麼 然後把那一些我們發掘到的文化的元素呢 然後結合我們現在比較擅長的動畫的手法 然後來做呈現 經典獎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把好的華人設計 甚至是把華人設計是什麼 把它 define 出來 對經典設計獎的期待應該就是 它不管在規模上 或者是在所有的媒體包裝上面 我覺得都是華文區數一數二的設計大將 我期許它能夠變成一個亞洲的設計的風向球 我覺得經典設計獎在我眼中看起來 它已經有點像是華人圈綜合設計的一個標杆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自己必須要先去支持台灣人自己所辦起來的一個好獎 所以這就是我決定你們會每年都參加的原因 我們會喜歡你的照片 在這裡的城市 我們會看到今日は 我們會參與我們有一個角落的事 我們會看到大神為教練 有一個角落的事 我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